好,接下来看到0403地震重创花莲 为了振兴当地的经济跟观光 行政院核定了6月1号启动观光振兴花莲的方案 并在振灾振兴补助比例原则下 分阶段办理台东振兴的三大措施 那么台东的饭店业者表示呢 会针对补助部分再加码相关优惠 希望能够吸引民众来台东 那么旅游相关的业者则表示 仍是希望与花东同步一起将柄做大 饭店的房屋人员正在整理房间 并将房间的每一处打扫干净 准备迎接新的旅客 上个月0403花莲墙震 导致花东地区的观光与树叶大崩盘 眼见即将到来的暑假假期 但饭店的人员坦承订单不如预期 而中央对于花东的补助措施 也在日前拍板定案 针对团客以及自由行的旅客 寄出了不同的优惠补助 6月开始优先从花莲实施 台东地区则是7、8月 对此饭店业者则表示 会针对补助的部分再加码推出活动 希望可以吸引民众入住 而旅客则表示 补助方案开跑后 会在专程来到花东游玩 8点是6月 那台东是8月 那你们会因为有补助会特地再过来玩 会会会会 一定会 最好是补助越多 我们越过来越多次 补助的部分台东是从8月1号开始 那其实现在这个部分 现在这个时候一直到8月的住房率 其实都没有相当的一个起色的部分 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透过补助的一个方式 来刺激这样子一个旅游人潮 让整体的一个观光回复到正常的一个状况 我们饭店的部分的话 针对这样子一个出销方案 目前是有推出线上享序过明日 那当然搭配补助的部分的话 我们还有更多优惠的一个部分 也会同时公告的在我们的观光上面 最便宜的话 如果在那乱大酒店的部分 大概是3000出头就可以住到 五星级大饭店的部分 也可以享受到晚餐 以及其他更优惠的一个方式 而台东旅游相关的业者就表示 人士希望补助的时间 可以和花莲同步 这样才能将效益最大化 那如果你6月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台东是OK的 是没问题的 那7月热气球 忘记自然就会来 那可是如果今天来讲 我8月才补助 那前面大家都不敢来 今年的暑假怎么就毁了 针对花莲的强政 中央以及地方政府 以及各业者们 也纷纷祭出补助或是优惠措施 希望可以再次吸引民众前来 挽救好不容易才从疫情中 站起来的观光业 记者陈吉林台东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